复合式多功能农业机具调具物件 依据理论及原理 1. 螺旋原理 利用顺时钟与逆时钟旋转来调整距离 2. 摩擦力原理 做最小的滚动摩擦 以滚动摩擦代替滑动摩擦 接触面粗糙 则摩擦力大 可以具有防滑作用 3. 杠杆原理 力必愈大 愈省力 制作过程 将铁片弯成淤形形状 在底边利用钻床钻四个圆孔 用弓崖器在侧边中心点弓崖 被拖八公分长螺丝一只 在螺丝左边钻一个洞 被拖钢钉一只套头一只 将钢钉穿入螺丝洞孔并将套头套上 制作一个圆形的塑胶垫片 组合螺丝与圆形的塑胶垫片 准备好纸滑材质的软塑胶片 此时所有物件材料皆已备妥 组合调具物件 将所有已备妥的物件材料组合起来 调具物件的制作就大功告成 组装多功能滚轮 购买市面上现成的滚轮一个 螺丝四组 将滚轮与调具物件组合成为一个多功能的独立滚轮 功能一 搬运会议桌 将多功能独立滚轮安装在会议桌的桌角处 或将多功能独立滚轮安装在会议桌的桌面上 就可以一个人独自搬动非常重的会议桌 功能二 组装活动站板车 将多功能独立滚轮安装在平面站板上 将平面站板翻转过来就成为一辆站板车 用来搬运重物 可用活动站板车来搬运重物 功能三 当桌灯的固定架使用 将调具物件锁紧在桌灯支撑杆上 将调具物件锁紧在桌面的边缘处 就可以作为桌灯的固定支撑架来使用 功能四 作为置物平台 将调具物件锁紧在铝窗上 再将木板锁在调具物件成为一置物平台 就可在置物平台上放置盆栽 作品特色 1.具有制作成本便宜 携带方便 安装容易与不易脱落等特性 2.与滚轮结合 可依搬运的物品厚度加以调整 可达到搬运省力的目的 3.与其他物品组合使用 达到多功能的目的 4.功能具有极大的扩充性 特别说明的是 本作品的使用材料 大部分来自铁工厂及汽车维修 厂的废料资源回收所制作而成 报告完毕 尽情指导 4.与其他物品组合